不少香港人都喜歡翌日來澳門玩一兩天 除了吃東西和賭錢之外 原來還可以親親大自然 這次帶大家來到黑沙水庫郊的公園 要看什麼特別 走吧 黑沙水庫郊的公園位於路環附近 大家可以乘巴士直接在門口下車 都挺方便的 公園的設施應有盡有 區別不少一家大小來到野餐郊遊 週末和公眾假期才開放的水上樂園 提供雙人和四人的腳踏艇 費用都很便宜 有時間玩一下看風景都不錯 公園內還有不少拍照位 一於跟我去打卡吧 是否想不到澳門都有好像韓劇那樣的場景呢 我身後一棵樹就是公園必拍的打卡位了 雖然和首爾孤獨的樹有點距離 但都是一個不錯的拍照位 特別是周圍的草山坡出來後 應該會更加美 打完卡走到有點累 一定要去附近的黑沙沙灘吃燒烤衣服 這間肥老燒烤相當出名 看見都流口水 aside,不要緊張開放 而且我們在訪用事情 卡在外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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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